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小坤给大家欣赏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凤川花的大将军冠 凤川花这个题材呢 在我们清代嘉庆道光、乾隆、雍正、康熙都有出现在此期上面 这件东西是一件康熙时期的将军冠 拿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呢 是因为它要在同类当中 发色跟右水还有胎质都是一流的 咱们在讲这件康熙凤川花将军冠之前呢 对于上一期的视频 缠枝莲喜字的大花菇做个总结 总评论区呀 选取了两条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 给大家读一下 供大家参考 其中有一条留言就是说 如果说这缠枝莲喜字的花菇 不带喜字只化缠枝莲 同等化工 气形条件下 档次比带喜字的高 大家注意这条留言是非常正确的 在过去老古文行当中 这个观点更正确 但是呢 现在随着咱们藏有审美风格的变化 包括有人说这个带喜字的喜庆 这种观点逐渐被淡化 但是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大家要注意 还有一条留言说呢 这个缠枝莲喜字的花菇 这个是由于胎质的原因啊 还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底足没有火石红啊 从这句话 咱们就可以判断 这个留言的藏友啊 是个初玩者 甚至理论知识看得多一些 不是说所有瓷器都有火石红 好多瓷器都没有火石红 这个要注意 这就是两条 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 总结分享给大家 下面我们介绍这件 康熙凤川花的将军冠 首先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它的诱使而发色 画得非常的细致 发色呢也是一流 诱使也是一流 咱们把这个转盘啊 给大家转一下 让大家整体的感受一下 现在我们整体的给大家转一下 大家细看一下 诱使画功都非常的好 因为这类的东西啊 有粗糙的 紧皮靓柚 最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胎质 这件康熙凤川花将军冠的胎质 也达到了顶级 我们先看一下 它口部的右面 然后看一下它的胎质 这是它露胎的地方 这是糯米胎 顶级的糯米胎 大家细看看这个东西 这有一个小冲 非常的细腻 这胎质非常的坚硬 紧皮靓硬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底部 因为这将军冠 在我们普通藏友当中 很难遇到 我们看一下 这件将军冠的底部 这个胎质啊 都非常的细腻 这是双圈 康熙本年的 这是康熙 中早期的 这是榨底 然后呢 我们把镜头啊 给大家拉近一下 拉近完了以后呢 大家随我手滑动 这个地方 看一下 它的胎质 这是包姜啊 把包姜洗去 会展现出来 它的顶级糯米胎 紧皮靓硬 二层台阶组 非常的细 这是非常难得的藏片 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是一件 康熙时期的 凤川花 将军冠 紧皮靓柚 在同类当中呢 发色 柚水 化工 都是一流的 包括它的胎质 糯米胎 这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吧 咱们每期视频 都给大家展示出来 它们的细节 供藏友们呢 参考对比 这非常的沉重 感谢您的欣赏观看 如果您爱好老瓷器 喜欢老瓷器收藏的话 别忘了给小坤点点爱心和关注 感谢您的欣赏支持 咱们只讲干货收藏知识 不讲古玩 讲了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